繼范太之後代表商界的立法會議員 兼工商專業聯盟召集人林健鋒也說 唐英年得到工商界的認同 他指唐英年假如有意參選 應該盡早辭職展開選舉工程 不過有政治學者就指 范太和工商界的聲音不足以證明 中央支持唐英年做下任特首 中央的意圖很難透過一兩個人 他可以表達到做出來 因為大家各自有各自的陣營 有各自不同的陣營的論述的時候 就算是中央有這樣的意圖 其實那個信息都不清晰 所以一頂多我們只可以說 是他們各自的陣營的人 他們自己的一個宣傳或者拉台 或者論述的攻勢而已 他認為范太的一番言論 是向唐英年發出明確的信息 希望他快點表明立場 李鵬廣相信唐英年很快會說是否參選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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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他透過書面回覆傳媒查詢 說感謝范太的支持和勸勉 還有一些社會人士的鼓勵 他說從事公職以來 一直都是本住奉公慧民的心態 今後也都會秉持這個信念做好工作 香港分頻電視記者王嘉莉報導 謝謝大家